相传泰国白龙王生前能掐能算而且屡屡严重 究竟是真有神助还是定有他因 他一生最讨厌的人 据说居然是邓丽君 为什么 大家好,我是莫迪芬帮 2013年泰国一场葬礼 轰动了整个香港娱乐圈 葬礼现场 香港娱乐圈各界大佬纷纷悉数到场 曾志伟现场痛哭流涕 向华强、成龙、刘德华、梁朝伟等各大佬 悲痛晚分 看看这阵仗 这去世的人是谁呢? 能有这般的待遇呢?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的主角 泰国白龙王 白龙王原名周青南 是华裔泰国人 祖籍在中国的广东潮汕一带 据记载 周青南在泰国的生活一开始 并不是多富裕 只算得上是能够满足温饱而已 有的说他是一个修脚踏车的 有的说他是一个修手表的 还有说是修房屋的 总之反正是一个修理工 周青南年轻的时候工作非常的勤奋 小日子过得还算自给自足 乐在其中 隔壁邻居家大爷就向重了这周青南 于是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周青南的妻子比周青南小十岁 而且人又漂亮 周青南呢 人随和又勤快 两个人的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妹啊 婚后生了二子三女 共五个孩子 据这五个孩子回忆父亲说 周青南生前年轻的时候 时常给他们讲太上老君和白龙王的故事 据周青南自己说 真正的与白龙王结下不解之缘 是在他四十岁那年 他去附近的庙祭拜太上老君时 就被老君身边的白龙王给吸引住了 当时就像灵魂出窍一样 许久才缓过神来 回到家 他不久就睡着了 梦里 这个白龙王就出现了 对他说 我是白龙王 你就是我在泰国的转世人生 接下来的后半生 我将与你同在 共同解救人世间的极苦大众 祝你早日修成正果 说到这 白龙王化作一道光 与他融为了一体 周青南醒来以后 神清气爽 仿佛人都二脉都被打通了 感觉自己就像吸食了天地之间的精华一样 从那以后 周青南开始为周边的人占谱撤击凶 他也非常有原则 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撤的 一到五不行 六日两天可以 一到五周青南还是在自己的修理铺内 踏踏实实地干着他的修理工的工作 即使再有梦想 也得有现实的支撑 踏实的劳动 由于周青南策算得非常准确 并且帮周边的村民化解了很多麻烦 所以久而久之 周青南的名气越来越大 至此 周青南也开始以白龙王的称号 面对大众 白龙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 是因为泰国首富的儿子 黄创山 黄创山听闻泰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风水先生 于是慕名而来 一打听 周青南主级也是广东潮汕地区 巧了 他也是广东潮汕的主级 于是两人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聊了很久 大致情况是 黄创山说 你看我啊 富二代 每天都过着 一来伸手 犯了张口的生活 太没意思了 我准备做点投资 建个酒店 但是前几年一直做得也不怎么好 您能不能给看看 扭转一下局面呢 白龙王摸了摸黄创山的头 闭目思考两分钟 当即就说 这个事可以干 于是乎白龙王来到了黄创山的酒店 开始的摆风水 做法等等一系列 果然过了没多久 奇迹出现了 原本一直亏损的酒店 奇迹般的业绩飙升 这可把黄创山给高兴够呛了 逢人就夸这个白龙王真神 于是乎来到白龙王他们家 给白龙王建了一个白龙王庙 现在大家去泰国旅游 还能看见这个庙 八十年代的香港 大家也猜到了 各电影大咖纷纷崛起 但一场金融风暴 就剩下几家实力还不错的影视公司 苟延残喘 其中就有向华胜兄弟俩 正好这个向华胜和这个黄创山 是非常好的朋友 黄创山就说 要他去一趟泰国 拜一下白龙王 说不定有转机 向华胜一听 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此马当火马一霸 这个向华胜是向华强的哥哥 向华胜本人非常的儒雅 性格也非常温和 又是大佬又有钱又一表人才 所以身边不乏女明星 身边就跟佐马登似的 一个接一个 但哪个也不长 有一天 向华胜就带着弟弟向华强 还有当时的张姓女友 去拜访了白龙王 当时白龙王打眼一下这美女 当即就说 这是你的财心 你要好好待她 至此以后 你想要的事几乎都能成 果然 最终 向华胜兄弟俩成为了 与世界当之无愧的大佬 向华胜 也真的是遵从白龙王的旨意 很久没换过女朋友 无间道开拍出奇 各种各样的诡异事件 时常发生 不是丢道具 就是人受伤 有一天 一辆车 直接就冲进了布墓里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公司一想 太邪门了 这得赶紧找人给化解化解 于是乎就找到了白龙王 白龙王定睛一看 这个无间行者骗名 取得不好 无间行者四个字中 三个字相冲 白龙王大笔一挥 无间道 并且伸出了三个手指头 意思是可以拍三步 无间道试出会的时候 影视公司又把白龙王请来了 给算算怎样能够票房大卖 白龙王当时也到场了 并且让参加试出会的工作人员 都穿紫色的衣服 后来无间道真的就拍了三步 而且每一步都大漫 白龙王在港台娱乐圈可谓是盛名已久 但是这个白龙王也是非常有原则的 不是所有人去见他都见 相传他拒绝见面的人有三个 一个张国荣 一个邓丽君 一个刘嘉玲 先说张国荣吧 张国荣去世前的一个月 身边的人就发现他神经不对 每天郁郁寡欢 有人就建议说去找白龙王化解一下 可是到了白龙王庙 白龙王却说不在 张国荣最后没能见上白龙王一面 就返回香港 不久以后张国荣跳楼自杀身亡 后来有人说白龙王之所以不愿意见张国荣的原因 是因为他已经算到张国荣气数将近 即使见了也无能为力 化解不了危机 因此不如不见 另外一个不见的人就是邓丽君 白龙王不见邓丽君是香港娱乐圈公开的秘密 后来邓丽君去世后 白龙王才说出原因 他说邓丽君是旧游自取 他出佛身雪 这些都是求出无奇的重罪 以后是有报应的 死后也会遭受报应 死了比活着更难 最后一个不见的人就是刘嘉玲 刘嘉玲和梁朝伟是夫妻 白龙王非常喜欢梁朝伟 并且将梁朝伟收作闭门弟子 但是对于刘嘉玲却是几次都不见 有一次刘嘉玲同梁朝伟一起去见白龙王 他直接就说 不见女人 还有一次 无间道开拍 传说白龙王会到场 因此刘嘉玲早早的就在片场等着 但是白龙王最后居然没出现 后来白龙王说了 刘嘉玲这个人性格过于强硬 太有主见 即使我说了 他也不会听 所以不见对大家都好 白龙王到底是人还是神呢 白龙王占谱未来 化解危机的能力在香港娱乐圈是被很多人认可的 种种的事也应验了他的说法 舒奇曾经找白龙王问过感情问题 白龙王说 看得开了自然就到了 舒奇受益匪浅 果然不久后就遇到了真爱 但是有人对白龙王的这种能力持怀疑态度 人们就说了 我也去过泰国的白龙王庙 但白龙王说的大家都差不多 比如说谈恋爱的 就说要包容 家中有父母的 就说要爱护父母等等 这些都是大家道德认知范围内的 所以这个为普先知逢凶化吉的能力 应该是个几率问题吧 其实不管周青南是否为白龙王转世 是否真的能够为普先知逢凶化吉 他的那些理念 例如保持平和的心态 好好奉扬父母 夫妻爱人之间相互包容 好好做人 好好做事等 都值得我们终身思考 请不吝点赞订阅